嗨大家好我是威斯利 这边我要介绍ASP.NET Core MVC 使用ViewData 检视资料字典操作 好在MVC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Controller所要传递的资料内容 我们透过ViewData这个检视资料字典 传递到我们View的检视页面上面来 去做呈现还有相关的操作使用 好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范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呢 我们放置一些文字的内容 那这个文字内容都是我们从Controller 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些相关内容 指派给ViewData 检视资料字典 然后再把它传递到我们目前的 View的检视页面上面来去做呈现 可以看到上面内容有包含字串 也有包含一个数值 然后还有布林值 TrueForce 也可以看到有个下拉式选单 可以拉出一些数值出来 这边还有一个产品资料集合的部分 他也可以来做呈现 另外这下面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页面的ViewData 里面的内容呢 透过键跟值的部分呢 去把它呈现出来 这也用Foreach的方式去把它印出来 OK 那ViewData本身来讲 它是一种键值的这种 配对的这种存取的操作 所以说呢 它会有个叫Key 也就是我们的键名的部分 然后呢 它一个值就是Value 也就是键值的部分 OK 所以说本身来讲的话呢 ViewData它在存取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会让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能够放哪些内容 OK 可以看到它可以放内容 其实还蛮多的 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除了字串之外呢 还有数值呢 还有布林值呢 还有它相关的这个 select list 这样的一个物件 然后也可以放一个资料集合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资料集合部分 list的这个范形资料集合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键名 就是这个Key的名称 还有我们的键值 Value的 来去做存取 好 那我们下面还有放一个超连结 我们看一下这超连结在干嘛 它也是index2 这是另外一个controller的这个assign reout 他的这个的话呢 就代表说我们 所存放的这个view data 他的生命周期 无法跨到下一个 那个assign reload的这个动作方法 他所呈现出来另外一个view的这个内容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这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塞了一个message 这个view data的这个名称 但是应该到这边的时候 也可以发现 那个完全都出不来 所以代表他的那个生命周期就已经结束了 好 那另外我们这边还有 会介绍说这个view data的attribute 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controller的呢 用property 然后attribute 这样一个设定方式呢 去设定我们这个view data的相关的别名 那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名称呢 一样也可以来存取相关的这个view data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的话我们也会来一并来做介绍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view security 他的一些程式码的内容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index.html这个说明页面的部分 好 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的话呢 我们特别说明 其实view data 他采用的是一种字典的这种操作方式 所以说呢 本身来讲他是一个键跟值 这样一个一对的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到时候存取的话呢 也就是有个view data的名称 然后这个名称丢进去这个键的名称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把依照键的名称 再去把这个值把它取出来 好 所以说 可以看到这边有已经有做说明 然后也可以 看到我们这个 他的 页面如果不同的话呢 转移的话呢 他里面view data的值呢 就会消失了 好 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就可以知道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 有针对这个view data的一些操作的一个过程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所看到的那些页面的内容 包含了那个字串 还有数值 还有布林子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依照这些view data的名称 把它显示出来的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这就是view data名称 那你可以看到 以数值来讲的部分 我们还要另外去做个转型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view data 他的数值 这形态去把它指明出来 除了字串之外 其他的你都基本上都要转 都要跟他讲说这是哪一种形态 例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数值 就这一个2022这数值 那因为view data 它是一个弱形别物件 那我们弱形别的话 物件你就是要跟他表明说你这个 物件里面所取出来的这个内容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资料形态 那不灵子好像不用 你可以看到不灵子 我就没有去另外再加 这是不灵子形态 他一样可以来存取 那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另外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有做了一个数字 下拉式选单的区间 就在这个程式块里面 那我们用4H的方式 去把我们Ctrl的那边 塞到我们的view data那边 的这个 slate list的这个集合 这个物件集合 我们把它 用4H的方式把它印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我们要去存取这个的时候 这个下拉式选单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去指明 他的这个资料形别 所以slate list这样一个资料形态 好 然后去把它这个下拉式选单把它印出来 就是这样子 那下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还有列举的一个产品 资料模型的部分 那一样 我们这边用耳石的方式去指明说 他是Para da model的这个范形集合 一个list的范形集合 OK 那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产品资料模型的这个 相关资料集合部分 去把它印出来 就在这个地方 包含了他的number 编号 还有产品名称 跟他的价格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这边都可以对照的到 好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这边做的事情 那另外的话 我们在下面这边 我们还把他的这个 view data本身的内容 用4H的方式全部把它列出来 OK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话 我们 把他的键 Key的名称跟他的值 value 就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 这跟我们网页上面所存的东西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对照一下 字串 数值 还有他的 true force 布林值 然后他的所对照的这个Key 还有对照他的value 然后另外也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这边下面所放置的是 slate list 这个物件形态 然后在下面 放的这个的话是 prada model 就是我们的这个 list的这个范形集合的部分 OK 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view的页面 其实大家很好了解 大概就是放这些东西 只要我们的这个Key的名称 对好 就可以去 顺利的去存取 然后要记得 这个基本上他是弱形别物件 所以你全部都要把他的 资料形态 把它载名 他是哪一种资料形态 好 index2 我们也稍微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他实际是把messg这个东西显示出来 但是因为他顺便周期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边的话就没有显示出他的内容 那另外这个是view的 data attribute的部分 OK 那这个的话我们是透过 attribute的这种 宣告 就是我们在property那边属性那边 我们去 上面去压了一个 attribute 这个 这个宣告的方式去把他的别名 可以设定不同的别名 来去做存取 那这个的话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controller 好 我们controller里面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一进来 可以看到这几个类别 不好意思 那个属性 有这个水果的属性 还有这个蔬菜的属性 上面的话 都各压了一个这个 view data的这个 attribute 这是他的这个属性 OK 那下面这是property的 这是property的属性 那property属性本身还可以再压 attribute 这个属性 OK 可以看到 那这次应该他有指名 他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先来看我们 下面这个主要的部分 Index这个ActionRedout 他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有放了 这个view data 然后呢有相关的key的名称 然后我们把相关的值 指派给他 然后呢 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view的检视页上面来 去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些结果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不难 大家应该看完就可以了解 那我们这边也尝试了 去把这个 假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宣告了一个 list的范形集合物件 好 然后呢 下面这边我们有 去建立一个这个slate list 这个 一样一个物件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用0到14一个区间的数目 去把它取出来 0到15 然后 他就 一直取 一直取 好 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 把它塞进去 slate list里面 然后我们去 试着去把 slate list的物件 指派给我们这个view data 然后来 在我们的前页那边去做呈现使用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下拉式的这个数字的这个选单 好 那所以这个呢 大家相信应该也不难理解 就是这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这边也尝试的去做一个产品 资料模型 去把它 这个资料模型部分 的内容呢 取出来 然后把它丢到我们这个view data 里面 OK 那我们看一下里面 会做什么事情 这个方法 我们移到它的定义好了 那这里面呢 我们 这一个 pada models 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有建立的这个pada models 在这里面 然后这里面 它的相关内容 好 让大家先看一下 这它的这个 产品资料模型的部分 包含了这些属性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个方法 然后我们就是会塞一些这些 这些资料的集合项目的部分 好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才能够顺利的去把这个内容的 派给这个view data 然后在前面的页面那边呢 去呈现出来这些内容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好 相信大家就可以理解 好 可以用view data这个东西呢 把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 要传递一些资料呢 把它 传递好 放到我们的那个view的解释 页面上面来 好 那额外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是index2的部分 OK 就是我们那时候要测试 那个生命周期的这个页面 那controller的好 然后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刚才有说明 我们这个view data的attribute呢 这个action readout呢 我们做的那些事情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指派了一个资串内容呢 给view data 好 我们指派一个wesley 给这一个key的这个名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检视页面 好 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 他本身就有呈现出来 Wesley的这个名字 好 这是没问题的 原先的操作方式是这样子 那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 哎 我既然把这个子呢 指派给 Apple指派给这个 水果的这一个 属性 哎 可是我没有加这个 view data 但是他既然也可以 你可以看到他的前面的这边呢 他既然也可以 可以去 成功的指派给他 那是因为我们在 之前的这个 上面的属性这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 压了一个这个叫做view data 的这个 attribute 这个名称 所以说 他会把这个呢 直接 变成他是一个view data的一个名字 所以说 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一件事情 所以才能够 下面这边直接指派给这一个 attribute 这个property 不好意思 这个property property的这个属性名称 然后我们在这个页面这边 直接用view data 这个名字 就可以来 顺利的存取 好 那另外可以看到 下面这边呢 还有一个 他也是一个property 他一个属性的名称 那我们这边直接指派 这一个这个蔬菜 就是高丽菜给 这个水 那个蔬菜的这个属性的名称 高丽菜指派给蔬菜这个 名称 那这个是制定的key名称 那我们看一下他做哪些事情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上面这边还有做了一个 就是我们把这个蔬菜的这个 这个属性名称呢 我们去改了他的这个key的名称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在view的这个检视页面这边 哎他既然用的是这一个 catecord以后 这一个名字 他并不是用我们刚才所 指名的这个蔬菜的这个名字 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改了 变别名变改成这个名字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指派的时候呢 是指派给这个蔬菜的这个 属性名称 这个也是蔬菜属性名称 但是我们在view的检视页面这边所存取的 却是这一个catecord以后 这个名字 这个你看viewdata是存取这个名字 所以这个的话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viewdata的那个属性的 装另外的把它装饰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所以可以看到这整个 我们的viewdata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 将我们control的这些 要传递这些资料内容呢 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view的 解释页面上面 上面来 去做操作使用 好 那所以这整个过程呢 相信大家 就可以 依照我们这个范例的介绍 应该可以了解 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操作 OK 好 那我们这边就介绍 ASP单内的Core MVC使用viewdata 解释资料资料资料的操作 那我们介绍到这边 那我是威斯利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